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先上去吧 坐 工作怎么样 我做地勤还归你管啊 你毕竟还是我们飞行部的 那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到飞行部呢 喂 您好 好的 收到 机械故障 各位旅客 很抱歉的通知 前往广州的XD8311次航班 由于机械故障短时间内无法修复 请您耐心等待进一步的通知 谢谢 机械故障 你不是天气原因吗 什么情况啊 我们刚刚接到通知是机械故障 但是航端上也的确有雷暴 你少废话啊 机械故障是要赔钱的 天气原因不用赔 你是不是想赖掉我们赔偿金啊 竟然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延误 就要马上给我们赔钱 先生 我们公司有规定 要四个小时延误以上 才会安排休息场所 或者是赔偿 还行 你们耐心等待 我没那个耐心了 到底还要等多久 抱歉先生 现在我们没办法确定 具体要看是什么原因的机械故障 是这样的 如果是简单的飞控计算机 那么修复需要两个小时 如果是大型故障 比如发动机之类的问题 那可能要换飞机 需要三个小时 我听你们胡扯啊 我不等了 等不了 先生 你冷静一点 你也冷静一下吧 先生 小陈姐 我 我 我 你干吗 你还想打我 七十九号登记可遇 喂喂 喂 你干什么 喂 放手 喂 放手 喂 放手 所有登记可都有监口 你刚刚做了什么 全都录下来了 怎么回事 这位先生闹事 破了我能够做人一身水 正哥 你好 我是路州机场公安 你刚才的行为 涉嫌危害公共安全 请配合我们到派出所 协助调查 麻烦你也给我们去一趟 协助了解情况 好 行吧 今天晚上我想请个驾行 没问题 小陈姐 好 好 演唱 孔石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